康宝 住房面积50平米 啊 就啥呀 就啥呀 不如特意打扮 对对对 黎大哥身高不到1米6 他一直因为个自矮而感到自卑 他没有特别打扮自己 也是因为他觉得穿着好改变 可是个自矮这一点 却没有办法改变 自卑 嗯 就比如说你 你得那个把你都弄的时候 你弄高 女的不跟你搞对象 跟别人搞对象 不跟你搞对象 这种学生大学去打烂球似的 你都不太招呼我的 是不是 打烂球不招呼你 嗯 然后你觉得心里面就觉得 是 一种歧视 一种歧视 黎大哥上学的时候 他常常因为个自矮 感到来自同学的忽视和排挤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个自矮造成的 于是啊 他的自卑越来越严重 那天可能我说26、27 我记得 岁数也不小 岁数也不小 我在我们家那块也有个小串 原来我就寻思了 我这打不着对象都磕着呢 所以说我们同学给我介绍这个 就我这个前期一下 他是啥那高度近视演的 哦 他是高度近视 他是高度近视 哦哦 所以说我也没 我说有个言就行了 就正在 他高度近视就是影响正常生活吗 太影响了老百姓说就是二生眼 哦 那啥意思 二生眼 就是 半瞎不瞎在干啥说就是这种 李大哥和前妻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本以为幸福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可没想到啊 两个人刚刚结婚就开始 矛盾不断 结果我们俩结婚以后 我就发现做事什么都不对 过去不有一段句话 话不投机半句多 你话不投机半句多 说半句多多 你说你说 你别人说话就能略打你 是不是 就我们俩就是意见 比方说最简单的 我吃饭我略吃远回来 他吃饭就略吃硬的 就是说 像我上早市买菜的 我们俩一路去买菜的 他买的玩意 比方说买黄味菜买大的 我也不得意大的 是不是 嗯 啥都是 他啥都得意大的 我说你就说 啥都得意大的 找对象找个小哥的 是不是 嗯 那然后你俩就是觉得找不到一份去 找不到一份去 李大哥说 前妻非常强悍 结婚的时候 他就不得意自己 后来呢 还借着更年期的由头 和自己分居了 就正常夫妻生活吧 一没有了 我说 矛盾就是越来越多 跟我不断结婚红 我不知道 他就说 就像是两口吧 我说 正常夫妻家的主播 就是这个 正常夫妻 是不是 嗯嗯 说想过夫妻生活 对对对 他说啥呢 滚了 嗯 人家这个死 死呀 这晚上才说 是不是 你再说呀 打过你就过来 就啪啪啪打你 你打不过人家 打不过 打不过 咋打不过的呢 那咱一个老爷们儿 我小老爷们儿 小老爷们儿 李大哥说 自从分居以后 两个人的矛盾 就越来越多了 直到2018年 前妻主动提出离婚 自己想也没想 就和对方办了手续 我看那屋还上把锁 是是是是 是是是 你前妻的住的地方啊 对对对对 那这房子那俩咋分的 原来没分呢 唠叨李大哥离婚的事啊 红娘突然提起来 刚才进屋的时候 就发现李大哥 这屋上了一把锁 原来这把锁 是李大哥的前妻锁的 李大哥和前妻离婚的时候 对于房子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割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 他和前妻都有居住的权利 那么李大哥再找老伴 他的前妻会统一两个人 住在这个房子里吗